按下它 它可以幫我把這個一班二班三班 分別放在這個三個工作表裡面的方法 總共八行程式完成 OK 大家知道一下 八行程式 如果你用錄製聚集絕對不只八行 那可不可以用錄製也可以 但是我不推薦就是了 OK 因為說真的 這寫法沒有那麼複雜 你用錄製聚集反而把問題更複雜 程式變得更多 OK 那怎麼做 這邊有個刪除 所以把它刪轉 至於程式網路上 就是雲段上都有 你貼上去就可以產生對應的那個按鈕 那怎麼做 一先切到Visual Basic OK 二的話 那我把這個地方先刪除掉 OK 我們重來過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先打一個Sub 然後我的名稱叫什麼 叫做分割工作表底線 用篩選功能 所以Enter過之後 它就幫我產生這個一個 後面會自己打 刮鼓的意思是說 它幫我產生的一個Sub Sub的副程式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 因為我第一步 其實我們可以分兩步驟 第一步就是說 我可以先從新增工作表 這個程式開始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新增 批示新增工作表這一段程式碼裡面的這幾行有沒有 把它複製到底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先把它複製過來好了 我第一個是需要什麼 需要先產生我要的這些工作表 所以把它執行 一班二班三班都有了 但是問題裡面是空的 OK 所以第一步完成 我們先產生空白的工作表 那第二步才是做什麼呢 才是先產生工作表之後 比如一班先產生之後 那我就篩選 然後怎麼樣呢 把篩選的結果 複製到一班裡面去就好 然後再產生二班 再篩選 再把這個裡面的結果 複製到二班裡面去 以此類推到三班 所以以後 如果你有同樣的東西 方法都一樣 反正你就套用類似的工赤 比如說我要針對班級 那如果將來你要針對什麼 針對哪一個人 業務或者商品 或者公司 有沒有 不是也是一樣 那要怎麼做 步驟一 反正 所以我也許 如果你以後程式想要寫的 更簡單的話 好寫 不容易犯錯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把那個SOP 把它寫出來 Step一 就是 把什麼 就是 批示 新增工作表 改成 有沒有 直接拿過來 改成 叫做 分割工作表 篩選一 就是先產生空白的工作表 好 OK 第一個Step 不過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的這個名稱來源 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這個你要 你等於是說 這個怎麼來的 這個本來沒有對不對 我們是從這一欄有沒有 先複製這一欄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做什麼 做那個移除重複 所以這個動作 之前有做過了 我是等於是說 再提醒各位一下 這個你一定要有個不重複的清單 如果你沒有這個不重複的清單 你就沒有辦法做底下的那個 這個空白工作表 OK這個第一步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有從來常常都忘記自己的步驟 然後就跑 奇怪卡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沒有這個清單 OK 那我們 所以將來你也可以把這個程式看怎麼樣 可以把它摳過來 反正想一個方法 錄製劇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把那一段錄製好 然後產生L欄這三個資料 好 那我們有這個清單之後做什麼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回圈跑一下 所以之前這個我想 之前講 For i 等於2到4 指的是第二列到他的第4 當然未來這個地方 可能向下追蹤會比較OK 不然的話 如果不一定是3班 可能到4班的話 那所以這個4 我是建議你這邊可以等 可以用追蹤的嘛 追蹤的話就用Ranch 然後刮弧 從哪個地方追蹤呢 從那個我們的這一個欄 L1好了 從L1去追蹤 所以L1 把它向下追蹤的話 點endend end就是向下追蹤 刮弧 它會跳出上下左右 那麼向下幫我追蹤 追蹤到什麼呢 後刮弧一下 我把它拉過來一下 向下追蹤到的那個列 點Row 那意思就是說 它會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向下追蹤 Ctrl向下追蹤 這個回來剛好在第4列 它會把這個4幫我怎麼樣 幫我帶過來這邊 所以這邊的數字 那就會是第4了 OK對不對 這個這一行 意思就是向下追蹤到的這個 它所在的這個列 幫我把這個4的數字丟到這邊來 OK 所以以後如果 當然你的數字增加 就會向下追蹤 它會變動 OK 這種寫法就非固定了 不過以後這個可以自己再修改 好 再來的話就是幫我新增到最後面 這個缺點抗 然後重新命名為什麼 L藍的 那因為從2開始 所以L2 就把1班放過來 所以第一 跑第一個回圈的話 他會把1班的資料 先丟到這邊來有沒有 然後就add一個 就是把它新增一個 然後他就是新增到最後面 並且重新命名成1班 然後第一個就變1班 然後再下一個變2班 3班 4班 沒有4班 3班 然後最後再幫我把游標 放回到第一個工作表 切過來 這樣OK 不過